全民族抗战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85年 如今 七七事变事发地的卢沟桥和晚平城 在经过了历史的沉淀 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的镜头重回卢沟桥 走进七七事变中曾经遭受过日军炮轰的晚平城 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 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走在这座石潮上 你仿佛已经走进了历史 两侧501只的石狮子 见证了85年前的今天 中华民族再次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1937年7月7日夜 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 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全民族抗战爆发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现在 卢沟桥已经成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人们在追溯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首都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 卢沟桥的一端连接着晚平城 那么这座曾经的经济要塞 如今已是一片的安宁祥和 那么不过在晚平城的外墙上 你依然可以看到当年这累累的弹坑 那么它仿佛在记录的和诉说着 85年前那场战斗的惨烈 战争留给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伤痛 但是这伤痛其实也是一种警醒 来告诫我们今天的人们 要珍视我们现在得来不易的和平 晚平城始建于1640年 东西长640米 南北宽320米 是我国华北地区 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 走进晚平城 城内的核心建筑 是我左手边的中国人民抗日认生纪念馆 它也曾经是晚平县政府的所在地 那么这个广场的正中央有一个雕塑 它的名字叫做卢沟省尸 象征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伟大决心 走在古城的主街上 两侧的防古建筑 可以说让整个古城看上去是古色古香的 那我们继续再往里走 往古城的深处走 是各式各样的民居 很多古城的居民家 在这里都已经是生活了几代人 萧金金一家在晚平城 已经生活了五代人 他们见证了晚平城的历史变迁 咱们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日新月异 真的变化很大很大 我小时候就这城内街里边 尤其一下雨满街的污水 咱们你看看咱们现在 环境特别好 还是真爱和平吧 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地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以后能够在这里边安居乐意 永远地生活下去